1989年,东西方的大陆都发生了大事,东方的大陆发生了六四血潮,西方的大陆发生的是柏林墙的倒塌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六四如今只存在于媒体上,还是除了中国媒体之外的境外媒体上 而柏林墙倒塌的结果,却发生在了每个德国人的身上 也可以说,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60,70,80,90后的每个德国人的命运 今天我就来说下,发生在德国的1989年事件,就是柏林墙倒塌的事件 柏林墙不是围着柏林的墙,而是把柏林一分为二的墙 墙的东侧是东柏林,西侧是西柏林,东柏林是美英管辖,西柏林是苏联管辖 起因就是二战战胜国苏美英在亚尔塔会上签订了亚尔塔协定 三国一致同意把德国一分为二,确定了分管方案,就是肢解德国 使其不再能成气候,苏联分到了德国的东部,后称东德,也叫民主德国 美英法则拿下了德国的西部,后称西德,也叫联邦德国 柏林因为是旧都,所以也被分管 东柏林被苏联控制,西柏林被美英拦走 但柏林的位置比较奇特,完全为东德境内,和美英控制的西德完全不接壤 属于快飞地,所以西柏林的物资和人员都得通过苏联管辖下的东德通道来进出 开始大家还能一起抛开前嫌,享受战胜的喜悦 苏联对美国向西柏林运送物资和人员虽没有大开绿灯,但还是给予进出便利 除了部分公路外,铁路也给了一天10列火车的配额 不过毕竟不是同路人,好儿子很快就到头了 因为苏联在苏控区大量印钞,而印的这个帝国马克是可以东西通用的 再加上苏军在回国前大量用本地钞票购买本地物资 导致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市面上的钞票远远多于物资 通胀大幅飙升,这是英美坐不住了 于是在西德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西德马克 新货币一出,老马克在西德就成了废纸 所以又涌进了苏联控制的东德,包括东柏林 这下东德本来就已经离谱的通胀率,更是高到了天上 生产生活一片混乱 苏联一怒之下,切断了西柏林的所有陆路和水路交通 想要借此让美军彻底撤出柏林 他好吃掉西柏林,完成柏林的统一 西柏林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孤岛 美国开始在要还是不要西柏林的问题上也有过犹豫 不最后还是没有放弃 当时西柏林的美军驻军司令克莱是这样向华盛顿汇报的 他说,我们深信对我们在德国和欧洲的声望至关重要 不管是好是坏,他都传达着美国的意图 美国方面为了保住这块飞地 向令美军动用飞机空投物资来给西柏林续命 因为苏联再横也不敢击落飞机 否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空投一直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 空投的物资从面粉、发酵粉、盐到药品、煤炭 只要西柏林军民需要的都上机 还有糖果,这点相当于创造性 糖果所占的重量体积都不大 但能让西柏林的大人儿童们吃上一颗快乐一整天 也让后来长大的孩子们记忆犹新 这些食品、煤炭的空投量一天有多少 5000吨,每天1000架航次 平均一架飞机5吨,顺带提具 负责空运行动的是担任过 驼峰航线指挥官的特纳 熟悉中国抗战历史的应该知道驼峰航线 美军为了打通中印这条补给通道 吸尘了大量飞行员 这个话题以后借其他主题再来展开 再来看苏联方面 苏联也不甘示弱 一边封锁边境,一边拿出自己的糖果 就是佩吉卡来收买西伯林的德国人 只要来东伯林就可以领佩吉卡免费给你们吃喝 结果是绝大多数住在西伯林的德国人忍住了 很少有人为此逃到东伯林 说明大家认为自由还是比面包重要的 后来美国为了报复 对苏联控制下的整个东欧 包括东德实施了贸易禁运 让苏联和各卫星国经济损失惨重 斯大林才不得不下令解除了封锁 这时还是在1949年 苏美双方虽有摩擦 但还没有彻底撕破脸 不过随着东德就是苏控制的德国人越来越多的逃往西德 苏联开始做不出来 因为这相当于慢性失学 不但让苏联脸色苍白 脸面上难看 还让他失去了社会主义最需要的资源 人矿 因为这些逃往西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还受过良好的教育 属于精英人矿 开始的时候苏联还只是在东西德边境上拉铁丝网 柏林还不受影响 有点像49年前后的香港 大量大陆人从香港转到欧美 关于苏联为什么没有彻底关闭东西柏林间的这个通缉口 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苏联想让这些反共分子自己滚蛋 不给社会主义建设添乱 二是苏联也能借此向西方派出自己的特工 溃探西方的情报 不过后来证明 这两个苏方认为的优势 远远不及逃亡引发的灾难 东德方面平均一年要留失18万人 十年下来接近200万人 其中有大量的教师 工程师 医生 和熟练工人 还有富农 里面除了追求自由 投奔朋友 夫妻团聚的 还有生活质量严重倒退的 因为东德在政治上上进了全民的思想发条 但在经济上 却让全民积无力 从1950到1960十年时间 东德的经济就是起不来 大量东德人在温饱线上挣扎 其中有德国欠苏联战争赔款要偿还的原因 有大量的战争废墟要重建 但没钱的原因 有农业集体化 全民均贫的原因 直接让四成多的富农逃往西德 还有马歇尔欧洲振兴计划 把东德排除在外的原因 让东德奋外眼红 1961年 德国执政的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 乌尔布里希特 在获得苏联赫鲁晓夫的同意后 在东西柏林边境建墙 因为建墙的建材数量太过庞大 为了不引起西方的注意 建材大多使用玉制建 通过很多家东德公司 向西德和西方其他国家间接购买 不过还是要赞叹下 社会主义在动员方面的能力 这座临时隔离墙 在一天时间里建成 因为动员了8000多名警察 4000多名安全部门的公务员 还有一万多正规军负责警戒 严防建墙期间东德人跨越 一天时间建成了全长 150公里的临时铁丝网墙 在后来的十年时间里 又进行了四次升级 升级项目包括 反汽车站好 类似于监狱的哨所 不只有持枪的卫兵 卫兵可以直接向翻墙的东德人开枪 除了隔离墙 哨所 探照灯之外 墙在靠东柏林一侧的数十米范围内 还全被清理成空地 可以让冲锋的东德人无所遁情 还有雷须 东德方面认为这些人都是叛国者 无需手软 死伤随意 东德方面对西方的官宣 当然不能用防止叛逃这条理由 说的是防止西方敌对势力 混入东德乃至东欧的 其他社会主义阵营 柏林墙建成后 确实让东德经济一下止血 一个是堵住了东德人的流失口 另一个是消灭了东柏林内的黑市 因为在建墙前 西德马克可以被烧进东柏林 有的东柏林人就用西德马克来交易 东德马克被弃用了 墙建起来后 西德马克流入的这个口被堵住了 东德马克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还有黑市 那些曾经从西柏林往东柏林 带走私户的人也消失了 大家全部恢复到佩己志的状态 不听话的人也少了 但对心思活泛的东柏林年轻人来说 也一下变得心如死灰 柏林墙从1961年建成 到1989年倒塌的27年时间里 封住了不少东德人 向我美好胜苦的念想 只有胆式过人 或是才智过人的5000多东德人 越过了柏林墙来到了西柏林 再通过西柏林去往西德乃至西欧 平均一年不到200人 两天一人 有下到下水道 甚至挖地道越境的 有偷军方装甲车冲墙的 有爬上位于边境线上 但被封锁的大楼后 从西柏林一侧窗户跳下的 有城上自制氢气球飘过去的 其实里面冲的不是氢气 是天然气 但还是有200多人死在了边境线上 绝大部分被枪杀 后来流传的 请把枪口抬高一寸的说法 也是出自于这里 柏林墙封住了几乎所有的东德平民 但也有例外 就这些通过审查的东德作家和艺术家 因为他们去西德 可以把他们表现社会主义现实 或是梦境的优秀作品 向西方展示 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切丁峰报》这部电影里 就有这些情节 这也可以理解 经济比不过 那就比人文 那东西德的经济差多少呢 号称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富裕的东德 1980年的人均GDP 是6800美元 比苏联还高 而西德是1.2万美元 东德不到西德的六成 再说回墙 在柏林墙另一边的西柏林 每天都会有些孩子和年轻人 因为好奇爬上墙头 去看对面的状况 而东柏林这边就是一片四季了 除了悄悄查看地形准备跃进的 基本空无一人 好奇心对东德人来说 都是一种危险的奢侈 是妄念 这妄念一封 就是27年 小伙子也熬成了大叔 不过只要活得够久 就可以等到这一天 等到变天的这一天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 就已划在了经济的下坡路上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丑闻 十年阿富汗战争的消耗 和西方的禁运 油价的持续走低 还有为了跟美国的牌 就是星球大战计划 1980年代初 苏联的军费开支 破天荒了增加到了GDP的27% 这边滚滚的在消耗 那边却找不到任何其他经济增长点 一生窟窿的苏联 先得雇自己 其他卫星国就等等了 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 不会执行 布雷尔尼耶夫的对外政策 就是苏联将以武力 反击东欧卫星国 反击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企图 墙上的冰层开始融化 波兰成为了墙上 第一块松动的砖头 1988年 波兰工人举行大罢工 波兰的工人这么齐心 其实也和一个地下组织有关 就是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的会员人数 达到了波兰全国 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一直是波兰政府的死敌 1988年 波兰工人罢工的直接结果 就是政府妥协 并最终同意团结工会的领导人 可以通过选举进入参众两院 1989年6月4日 也就是中国六四学朝的当天 波兰团结工会 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获得了众议院95%的席位 结果就是 在这个众议院的选举里 又选出了一个非共产党员的总理 板结已久的波兰政坛 开始碎裂重组 波兰被民主势力颠覆的消息 让整个华约成员国 都齐刷刷瞪大了眼珠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之后的那块砖是匈牙利 匈牙利拆掉了和奥地利边境上的电网围栏 匈牙利人 争先恐惑的去邻国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购买既好看又好用的电器产品 电视机 洗衣机 电冰箱 导致在匈牙利的东德人 也跟着窜入了奥地利 再转道去往西德 这个消息一下传遍了东德全境 让东德人也黑压压的赶往匈牙利 再转道去往西方世界 一个月时间就一万多东德人 竟由匈牙利和捷克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这次那明朝的时间点 又碰上了东德产利40周年 这真是太巧合的抹黑事件了 但东德政府还是决定 要大搞特搞40周年庆祝活动 这下来比西德市民坐不住了 也决定要畅下反调 抗议政府的40周年庆祝活动 抗议人数从2000人 1万人到10万人 最后达到20万人 他们喊的口号是 我们是人民 潜台子就是 胆敢向人民开枪就是犯罪 来比西德抗议活动 也让大量抗议者 涌向了东德首都东柏林 东德执政党 社会统一党党魁昂纳克 因此下台 亲领导克伦茨上台 克伦茨应该是看到了 今后国家的命运 再要费尽心机 维护救济器 怕是事倍功半 搞不好击毁人亡 所以破例批准了在东柏林 搞和平示威的许可 一个星期后 东柏林的示威活动 安时开始 至少有50万人 从四面八方 涌到亚历山大广场 开始游行 他们打的标语 有这么几个 40年就够了 特权得人人享有 公民权不要只存在于纸上 独立的工会等等 50万人的示威活动 进行的相当和平 但他们的心理 一定是无法平静的 毕竟能够真实的表达 心理的想法 一辈子也没有几次 而他们想要的 很快就来到了 柏林枪的倒塌 其实只是他们要求的 一个副产品 倒塌的起因 是东德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在发布会上宣布了移民新规 表示所有的过境点 在今后都可以作为移民的通道 包括东西柏林之间的 这一下炸了 成间上网的东德人 拥到东柏林 与西柏林之间的 六个边境关卡 哨兵也被吓到了 打电话问上级如何处置 上级这事也变得很志趣 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 下武力镇压的命令 因为风险太大了 其中有一个检查点的领导 知道大势已去 不如顺势给人民交个投名状 下令不用检查 就直接让市民过境 柏林墙一下就变成了摆设 最先跳上柏林墙的是 西德的西柏林人 大胆的东柏林人 随后也跳了上去 混入其中 这其实就是之后 整个东德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 并入西德的一个预言 就是东德的共产主义执政党 统一社会党下野 基民盟 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 经过大选成为执政党 后该党又并入了西德的基民盟 而是货币 统一成西德马克 就是东德马克 可以全部兑换成西德马克 三是只修改西德的基本法 以适应并入东德的需要 而不是重启一部全新的基本法 不过东德也有吸引西德人的地方 有社会主义体制留下的遗产 让他们去之若物的赶赴旅游 或许更多的是抱着好奇 值得留念的心态去观摩的吧 这期的最后 我们再回到他们跳上柏林墙的那一刻 双方在柏林墙上 都向了对方的国度望去 我想西柏林人心里伸出的是 生活不易 他们的生活更不易的感慨 而东柏林人伸出的是 从前不如意 但未来会更有情有义的感慨吧